这是我相中的女婿 我今天带着小赵来是向我女儿求婚的 必须让我女儿嫁给小赵 眼前这个兴高采烈的女人是曾女士 她在为跟女儿商量的情况下 就跟未来女婿策划了一场求婚 然后她为了求婚能顺利进行 便找到了节目组求助 丈母娘带女婿来求婚 这还真是史无前例 那么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我女儿已经大学毕业了 我想给她赶紧找个合适的人 赶紧结婚 我呢也给她安排了无数场的相亲 基本上相变了整个深圳 但是就没有一个合我心意的 直到遇到小赵 我觉得小赵这小伙子真的非常不错 我非常喜欢 对于眼前的这个女婿 曾女士的心里那是一百个满意 而且现在她女儿也到了结婚的年纪 在她经挑戏选了无数个女婿之后 终于发现了小赵这个宝藏 更让她感到意外的是 小赵竟然也特别喜欢她女儿 我有私底下也跟明明告白过 但是但是她也不答应 也不反对 也就是说她从来没有给过你明确的答复 对对 我觉得她应该也是一个很慢热的人 然后我也是一个很慢热的人 不过有一点我觉得很奇怪的 就是每一次约她看电影 她都是拒绝的 那你约她吃饭她去吗 去 那你有没有问过她为什么电影不可以跟你一起看 这个男好意思问吗 这个什么不好意思问的呢 你不是在追求她吗 我跟她接触也不是很深的 那种就很平常的吃饭聊天 在小赵看来 她们对待爱情都特别腼腆 她有想过大胆的追求 但又怕从而惹得泯泯厌烦 她们的感情也就这样不上不下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旁的帮帮团 说出了一句让全场震惊的话 虽然这段话只是帮帮团的猜想 但是仔细一想 也不是没有道理 然而曾女士听到以后 立马说了一件让众人哗然的事 尽管现在提倡自由恋爱 但是明明在大学谈的男朋友 曾女士实在是看不上 于是便强制要求她们分开了 所以帮帮团的猜想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可是她的所作所为 却遭到了徒累强烈的职责 就是我们说家丑不可外扬 凡事是家里边先商量 先尊重一下女儿的意见 然后跟女儿商量好了 在对外 她是跟小赵商量好了 告诉你啊 我女儿不嫁也得嫁 我认准了你 就是你 这就感觉好像你是胳膊肘往外拐 你是你们俩 我不否认小赵一定是个好男生 但是你跟他联合起来 到这个场上来 两个人向你女儿告白 你不是把你的女儿架在火上烤吗 在图累看来 曾女士今天的这番行为 根本就没考虑她女儿的感受 这根本就不是求婚 而是用道德绑架来逼婚 所以图累特别替她女儿打抱不平 紧接着小赵的做法 更是让图累当场勃然大怒 阿姨我们还是一起去吧 好吧 我问你啊 小赵 你们将来结婚 生活在一起 是不是一天到晚都带着个丈母娘啊 你不觉得爱情的圈子很窄吗 多一个人都是多吗 我觉得阿姨她不会干涉我这些方面吧 你确定一定要你的妈妈站在你旁边是吧 你确定要是吧 好吧 对于小赵的这个行为和态度 图累直接当场无话可说 她就没见过有人带丈母娘求婚的 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想法和担当 然而打开门后的景象 曾女士更是从未想到 哇 好漂亮 我女儿今天 小赵赶紧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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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了 别这样快起来吧 看着泯泯穿着婚纱 从大门后面缓缓走向舞台 曾女士的心里别提有多开心了 但是在面对小赵的求婚时 她却突然开始面露难色 可是曾女士并未注意到这些 反而只顾自的开心 来 拉着手 拉着手 拉着迷迷的手 你看 你看 女儿跟妈妈妈想到一块去了 今天她也开心 你看 激动着她哭了 她好像婚礼现场的主持 你看 女儿今天这么高兴 就激动着哭了 在曾女士看来 她们母子就是心连心 连求婚这件事都想到了一块 但是接下来女儿的一番话 却让曾女士当场傻眼 我今天也是鼓起勇气来到这里 我是想跟你表明我的态度 我求你不要再这样了 不要再比我相亲了 我有男朋友 我不能答应想这样的求婚 你没跟妈说过呀 你什么时候说有男朋友了呀 我一直怕你伤心 不敢告诉你 现在你已经把我逼到这个地步了 我再不出来说 我怕我再也没有机会 你对得起妈对得起小错吗 我不是故意的妈 原来曾女士做的这些 都是她的一厢情愿 其实这些天敏敏的内心特别煎熬 在母亲施加的压力下 她一直不敢跟母亲说出真相 但是她没有想到 母亲竟然会带人来逼婚 于是迫不得已采取了这种极端的方法 然后便说出了 一直藏在她心中的秘密 其实一直以来 我都有男朋友 我男朋友就是我大学 被我妈发现的那个 就那个伴得五彩伴斓那个 你不气死我妈 还跟了二婚婚在一起 她现在不是那样了 都为了我改变了 妈妈先冷静一下 小赵 你拦着妈妈 敏敏的话还没有说完 曾女士就开始在台上大发雷霆 从小曾女士对敏敏就特别严格 后来敏敏成年以后 曾女士还是想掌管她的一切 甚至不允许她自由恋爱 说起这敏敏的心里就十分难受 让我们写保证书 你就这样给我保证的 因为那时候 我妈妈身体不好 医生说她有心脏病 你知道妈妈有心脏病 你还这样子今天 我没有爸爸 我只能跟我男朋友说分手 大家起来啊 你有男朋友为什么不跟我说 你有男朋友为什么 跟小赵在一起 我没有跟小赵在一起啊 我就是怕你生气啊 你不是天天跟她出去吗 我没有天天跟她出去啊 你怕我生气 你就是气死我了 我不是故意的 你还不故意 我就是不要这样 你看你怎么收场现在 曾女士怎么都没有想到 自己精心策划的求婚 竟然变成了今天这个局面 她更是不敢相信 自己含辛茹苦 养大的女儿 竟然偷偷欺骗她 那你这么跟我说吗 妈妈多心差点 就是因为妈妈 有段不幸的婚姻 你知道吗 我不想你铺我的后场 你太单纯了 你知道没有 你被别人变 你都不知道 在曾女士看来 在曾女士看来 女儿特别单纯没有心眼 就算是别人把她卖了 她还会傻乎乎的帮别人数钱 所以她这才适时为她打算 但是敏敏毕竟长大了 她有自己的思想和想法 所以不愿意再接受母亲的安排 我知道你不容易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啊 你老是逼着我这家亲 我不喜欢那些人 你为什么老是逼着我这家亲呢 那要跟我说呀 你怎么不跟我说啊 我跟你说有用吗 你说这个不喜欢 那我再给你安排下一个 总会有一个合适的 我们都是为你好嘛 为我好呀 什么叫为我好啊 什么都是你喜欢而已 你要不要问问我喜不喜欢 明明 如果你跟我说你有男朋友的话 我不会跟你交往的 我怕我告诉你 你会跟我妈说 我不想让我妈知道 你那么听她话 你肯定又绑着她 而且我知道我妈很喜欢你 所以我只能拿你当胆尖牌 对不起小张 父母都喜欢用爱的名义 道德绑架孩子 他们认为自己做的都是对的 然后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事 却从来不问孩子的意见 所以长此以往 孩子的心里就会出现逆反心理 至始至终 小赵在敏敏的心里就是一个工具人 曾女士听到以后 当成就变得气急败坏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 曾女士实在不敢相信 自己乖巧的女儿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所以在台上的她 无论如何都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我真是不知道那么多了 我真是想杀你俩胖子啊 你怎么能这样 别别别 别别别 小赵 不要忘了 你怎么办啊小赵 一想到女儿的所作所为 曾女士的心里就是一肚子气 看着本来计划好的求婚 变成了今天这个鬼样子 她就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小赵的态度却让人意想不到 本以为出了这样的事 小赵会特别生气地走下舞台 但是没想到 她却十分地冷静和平静 这让曾女士顿时感到羞愧难当 这样看来小赵能受到曾女士的喜欢 不是没有原因的 可既然明明今天是来拒绝小赵的 那她为什么又要身穿婚纱呢 我今天穿着婚纱过来 是要答应求婚的 但是不是李奇的求婚 是我男朋友的求婚 我来这里 也是为了能够跟我妈表明我的态度 因为我妈不喜欢我那个男朋友 因为她现在自己在创业嘛 她就想说再成熟一点的时候 再过来跟我妈坦白 原来敏敏并未跟她男友分手 反而一直保持着地下恋情 可既然她已经名花有主了 曾女士为何会说她心仪小赵呢 有时候她问我说 那你觉得小赵这个人怎么样啊 我说那挺好的 那她可能就以为我是喜欢小赵的吧 跟她真的是很简单的 就出去一趟 其实你也不忍心伤小赵 就是因为她很好人 是吧 对 然后你们 你跟你男朋友 就两个人自己内伤 是这意思吧 但是今天的结局 你也已经看见了 你一直长期忍下去的结果 就是今天爆发呀 其实在敏敏的心里 小赵连备胎都算不上 如果不是曾女士一再逼迫 敏敏也不会答应跟小赵吃饭 但是她一直忍耐的后果 就是两败俱伤 既然事情因敏敏的男友而起 解铃还须及灵人 于是主持人就把敏敏的男友 请到了台上 欠杀死你 爱好 真的很不容易 在他们两个的这段感情里 双方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和牺牲 但是一听到冠林说话 曾女士的气就不打一出来 我一看到他我就来气 人家怎么让你看不过 反正我就不同意我女儿跟你在一起 你同不同意 你先听听他们俩怎么说 不是他呀 我明明很听话的 就是他教唆我女儿 不是 没有 所以你们发现没有 当母爱在尊重孩子的基础之上的母爱 是很伟大 但是在不尊重孩子的那种母爱 跟这种人间私行差不多 在曾女士的心里 她女儿变成今天这样 都是冠林在一旁教唆的 所以无论她说什么 曾女士不仅不相信 反而还变得更加生气 但是明明却是铁了的心的 要跟她在一起 妈对不起 我跟冠林隐瞒了你那么久 我知道你辛苦的把我养大 很不容易 我也不应该这样子气你 隐瞒你 也不听你的话 但是我跟冠林是真心相爱的 我希望你能够承识我们 她会对我很好的 你放心吧 而且我已经长大了 我自己有我自己的判断能力 我希望你能够承识我们俩 听了冥冥的这番话 曾女士的心里五味杂陈 自己养大的女儿 就这么被人给拐跑了 她实在是不愿意面对 这糟心的结局 但是却被冠林的一句话拦了下来 我知道 女士之所以不喜欢的 就是自己没本事 给不了敏敏幸福的未来 但是现在的她已经成长了 完全有能力为敏敏的未来负责 我们口袋中拿出一张银行卡 自从她和敏敏在一起的那天气 敏敏就已经在她的未来里了 虽然这里面的钱还不够多 但都是靠她自己的努力得到的 于是她就当着全场的观众 对曾女士立下了誓言 我保证 一辈子对冥冥好 给冥冥一个幸福安稳的家 虽然冠林的话很真诚 但这种看不到结果的是 曾女士的心里还是不愿意接受 这可把一旁的冥冥急坏了 当妈的没有不心疼女儿的 即使她很不喜欢冠林 但是耐不住女儿的一再坚持 最终还是心软了 然后答应了让他们在一起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土磊竟然又把小赵请到了台上 终于和冠林走到了一起 这下小赵算是工具人实锤了 在偶像剧里 小赵就是男二中的天花板 懂事的让人心疼 但我相信小赵这么帅气的一个人 最后一定会找到自己的幸福 其实在这里我想对所有的父母说 教育孩子的时候 该放手一定要放手 而且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和观念 强加到孩子的身上 他们是独立的个体 有自己的想法和判断 只有相互尊重和理解 才能得到幸福和谐的生活 那么看完本期视频的你 对于他们的这段感情 又有什么样的意见和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互动